應該那女兒是IG網紅來的 她有跟我說司機太好 是否介意我在你的車換衣服 我是看到她 凸了兩個點點出來的 她就看著我笑笑口 歡迎收看港南港人 我是Hanky-san 我是Mika Mika你平時在街上 無論在什麼環境 店鋪、食肆什麼 看見很帥 例如Selsy很帥 Selsy哥哥 衣服又帥 又帥 又高大 會不會想上前結識一下她 結識就不會 但可能偷偷拍照 和朋友分享一下 可能會 為什麼 你做這麼無聊的事 你的結識不是更加實際嗎 我講你單身的時候 好像很尷尬 是很尷尬 你不為自己幸福去爭取著想 嗯 暫時不會這樣想著 所以你是比較 好像你的情況 除非她 感覺上有些 東西 我就可能會結識一下 即是她對你好像 看到你兩眼 自己有留意 是的 我就可能會 主動得一點點 你主動得一點做什麼 是的 是 招兩句水吹一下 然後看看怎樣 是的 噢 但如果她自己做自己的事 就不會 噢 即是她對你熱誓的程度 不是很高 是的 那就算了 噢 你也是那些 很 敬詞少少的小姐 如果不是見到帥哥 就要認識我 豈不是很忙 這些是男人才會去做 見到美女就馬上認識 不是 我講你單身 如果 即是你單身的時候 除非她真是很帥 如果我有女朋友 有男朋友 我已經 即是有另一半 那還去表演別人 當然 你可以說我不對 是啊 是啊 我單身 我沒有拖拍 我見到一個帥哥 不可以嗎 可以 但是別人在做事 所以我就 免得 那種感覺 噢 這樣的嗎 是啊 真的不知道 我就是很少 那即是精緻一點 如果在一些派對 大家玩的 我可能覺得會自然一點 噢 就會主動一點 可能會主動一點 因為大家坐在這裡喝東西 對 大家的目標都是為了認識朋友 就沒什麼所謂 噢 那人家是銷售人 在賣東西 就免得搞人 是啊 有他做事 嘩 那你就錯過了一段姻緣 我人生中 未遇到一個 帥哥 到我想認識他 但是 咦 你身邊沒有 沒有 那麼有吸引力 即是 是嗎 沒什麼 我的味道 跟正常人不一樣 你什麼味道 我不是喜歡 難怪你對我沒有什麼興趣 原來你的口感很奇怪 現在我終於知道 你對自己的定位 好像 哈哈 你什麼口感 你說 我不是很懂得形容 很多時候 我都是看過感覺 哦 我喜歡那些 即是沒有特定的 沒有特定的 還有我喜歡那些 是簡單一點的男生 如果他一開始很快 哈哈 很簡單 哈哈 你對自己的定位 真的不要了解 哈哈 我喜歡那些 是否叫純品的 哦純情一點 是的 覺得他這麼搞笑 或者很直接 那些 哦 直接到我會覺得他這麼搞笑 那些 哦 所以我喜歡掛人 我也承認 哦 是啊 那跟這些人拍拖 會不會很 很危險 又不會 因為他很傻 很傻 他未必是傻 但他可能很直 或者他可能有些位置很搞笑 我喜歡一些搞笑的人 即是他生活中無緣無故做一件事 我心想 家裡是傻的 又未必是傻的 但是就是覺得 正常人 不會在這個時刻做這件事的感覺 哦 那就是有點怪 是啊 總之anyway 你就不會為自己的 恩怨很主動 主動出擊 收起來一點點 除非對方也很主動 是啊 他給我一些信號 我可能就會給他一些信號 哦 這樣的 那你跟我們這次故事裡面的人物就很不同 嗯 那誠哥是Uber司機來的 他就遇到 幸好不是遇到你 遇到你就沒有故事聽了 是的 他遇到另外一個極端的人 就很主動的 很主動的 對的客人 怎樣主動化呢 我先問問 誠哥在這裡嗎 Hello 在這裡 好啊 那你那個故事是怎樣的 你是一單還是多少單 你Uber一日接很多個客人 有幾多單 有兩單 兩單 哇 驗福無邊 聖哥請講 是 首先之前聽你們呢 就有個貨車司機的故事 嗯 還有一個好像叫什麼 那我的經歷呢 那我的經歷呢 就更加過分 首先呢 就講一下我什麼樣子先 其實就 一般般的 我自己覺得 又不太醜 那算是中暢男神那些 但是有時候呢 都要幫那些客人搬客戶啊 那我本身那個人又長得高 但是有少許好處 一米八 噢 一米八 一米八 但是你剛才說自己是 中上的男神啊 中上已經叫男神了 對 去到跟神級的比較 你說你跟Hanky 神比較哪個男神 如果他是中上級的男神 肯定優越過Hanky 神很多 有不敢當 不敢當 好啊 謙虛的中上級男神 那在進入正系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 就是第一個故事 首先 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應該那條女兒呢 是IG網紅的 她竟然呢 在我的車上換衣服 那件事是怎樣呢 就是 我一開始我接她 她已經化到行李了 就由一個商場散車的 那就過去過去會展 那我猜她應該是去那些 Event啊 就是宣傳那些 那期還有在動漫節 我原始應該我是認得她的 但是忘了叫什麼鬼的名字 總之是那些IT啊 Facebook 見到那些 20歲出堂 他穿 叫帶背心的 我很記得的 是粉紅色的,那手車就叫我開冷氣,他又說很快熱,早陣子在香港真的很誇張,差不多了,我看他用紙巾慢慢抹,然後他又跟我說,司機大佬可不介意我在你的車換衣服? 但是不要看他,那我當然是說可以,不可能不看,你一抬頭就有後鏡,你越說我叫我不要看,那我一定是越想看的 還有他那個換衣方法是很純的,很創新,我是這麼大的兒子,我未見過女人是這樣玩的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他本身穿什麼衣服,接著換什麼衣服? 他首先穿是吊帶背心,粉紅色的吊帶背心,接著換呢,都是換吊帶背心,那我和你講一下 首先他不是脫衣服的,他就是穿另一件吊帶背心 先脫了一半,之後就脫回舊的吊帶背心,就是他脫開了兩面肩膀的吊帶,之後就在他身上有兩件吊帶背心 然後他身上有兩件吊帶背心,穿好之後,再把舊的那件,就在薄疇和人頭上這樣拿出來 那他的手是抵高的 這裏為止Mika明不明白? 即是他脫了一件吊帶背心,然後脫了裡面那件,然後再抽出來 然後舊了一件吊帶背心,然後再捲出來 會啊,女生有時候在家裡,懶的時候也會這樣換 你不脫了一件,舊了一件吊帶身上去 懶了,所以不是 懶到嗎?我不想的 OK,原來女生平時都是這樣的,嘩,我真的學到東西 那跟著,都沒什麼,你也看不到東西的,應該是吧 那你又不能說看不到東西的,因為他脫出來的時候,手向上 其實我看起來是比較人幼少少的,就是比較清涼少少的 那他那時候就,首先就完成了那件吊帶背心 那空圍他又會換 即是在你的車裡面換了空圍嗎? 為何要換空圍啊?我不明白 因為他去Event嘛 然後呢,他應該之前是那件粉紅色的吊帶背心 那他身那個空圍呢,是深紫色的 那我猜是不是那些顏色不是很合 因為你吊帶背心呢,他是見到少少空圍 哦,即是配上那件色 即是配色啦,哦,是 好 這個也是社會的進步 以前bra帶是不可以露出來的嘛 我也是 現在bra帶是可以露出來的 暗自是故意露出來的 是,當作打底的嘛 是,ok,好 那,Hanky先生和我呢 作為男士應該都十的了 女人呢,是特別厲害的 可以穿著那件T-shirt,再脫胸圍 這個我見過 是不是? 我見過 有好功拿到嗎? 不是,所有男士第一次見 是,都是覺得很驚訝的 是呀 直到好像神秘成劫 咦,為什麼你可以解到的? 哎呀,有多難 你們用開那些成劫 你不知道 穿著T-shirt可以脫進去的bra 我是很匪夷所思的 我覺得女人真的很厲害 即是開禮物這樣 對呀,開禮物這樣 好,繼續 那她的手先呢 就是 將兩隻手縮到胸圍條帶 接著就在胸口那裡拔出來 即是解了那個胸圍 接著再 脫胸帶 再在胸口那裡拔出來 這個理解 我是看到她是真紅的 是凸了兩個點點出來的 嘩,你的倒後鏡 也有放大鏡的 哈哈 像iPhone那樣子這麼近 是呀,你可以放大 拉大縮小 zoom in zoom out 你有沒有開車的 你這條路沒有紅燈 沒有車的 我那時候過海是在走紅水 噢,一路都是這樣走 噢,分心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停了 而且是比較多車的時候 所以有點濕 對,就看下其他東西 看前面那兩點 看後面那兩點 對,還有 我本身都有看開到後鏡的感覺 就是作為開車的 其實我猜你也有開車 是不是 是要安全的 對,看鏡 看鏡 要的 要看後面的成態有沒有 拿槍、拿子彈 我繼續看你們多不要面 哈哈哈哈 去到這個時刻 他就看著我 笑了笑口 那我馬上就不好意思 立刻看過另一邊 然後 過了幾秒 我又看法鏡 他又是看著我 繼續笑 Shiro不是七月的事 對,我想問你 日後還是晚上 對,很害怕 哈哈 然後突然看著你 360度轉過頭 你很猛 不是,他日光日白 日光日霸 好一點 是 就是他少女 尷尬地笑 你想說 是 然後呢 他應該都知道 我看不到他們 很重要的部位 那麼他之後 就再在環保帶那裏 就拿另一個 新的 即是另一個空圍出來 之後呢 就掩住自己的胸後 即是拿一個空圍 掩住自己的胸後先 然後呢 就將兩隻手 穿過 那個吊帶背心的那條帶 再穿回 空圍那條帶 然後兩隻手 再在背上 就扣回空圍先 那 再可以呢 就將空圍 放在自己的胸後 就可以將兩隻手 穿回 吊帶背心 來 問你服不服 真的 很厲害 我覺得 Mika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操作 這些時刻 可能真的 譬如說 在外面的時候 有時候 可能 Event 好像他這樣說 我要換衣服 或者其他時候 才可能會這樣穿 在家裡應該不會的 OK 厲害 那他就成功 我整個程度是見到他 入河 走光 就是 走光啊 那些 我猜他應該都熟了 噢 即是在很多的UBA上面都 換過 你說到他都熟了 很難買的 噢 那些程車呢 都 起碼 我猜 我猜應該 半個小時 過海 那 我們呢 就是 中間 跌倒了一陣 那我 忍不住 我這些 很喜歡說話 我就說 小姐 何苦 這麼急著 換衣服 去到會展 即 去廁所慢慢換 都不要緊 對 會展很多廁所都很乾淨的 對 他就說原來呢 他要去兩個兒聲 這件事是 即兩件事是有overlap的時間 噢 所以呢 下到廁所就 連廁所都沒有空去啊 就直接就要上去參加那些活動 噢 那我想都好的 即是 我是多尊敬他 經驗爆業 是 那麼 聊了一陣子就下車了 那你有沒有跟他什麼 留下電話聯絡啊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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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就做這些 噢 你都很敬業咬業的 OK 是呀 OK 好 那 多謝你這個故事先 我知道你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沒錯 我們下集再說好嗎 下集說 原來你的故事這麼過癮的 我期待你下一集 你可否預告一下 告訴你是什麼 是什麼來的 有錢人的女人 然後我不小心就檢查了 你不小心檢查了 是呀 真的不小心 我期待你下一集 多謝誠哥你 我們下集再說了 拜拜 下集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是經過生戰的 如果大家想看觸本版的話 那就要快點加入會員了 加入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裡面有2000個朋友跟你一起聊天 還有分享過故事的主人翁都是裡面的 現在快點訂閱和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